云林县农民大学已经迈入第10年 吸引许多农民和对农业有兴趣的民众 再次互相交流学习 甚至成立团体一起将农产品推广出去 另外胡伟西社区大学 除了有各种终身学习课程 也加入和农村有关的教学内容 现在这两个大学 共同在胡伟农博生态园区展出成果 胡伟科技大学农村生活实验场课程 也带着大学生一起参加 分享他们的学习和创意 这边组织碰堂 那边努力倒马鼠 他们是胡伟科技大学的学生 也是农村生活实验场的成员 我们这一组就是做倒马鸡 就是利用社区这边的 有种植的稻米啊什么的 然后来去做法 我有另外一种想法 因为我是读设计科的 我可能会想要就是来乡村 建设一下什么的 火科大规划和农业相关的课程 带学生进入社区发挥他们的创意和想法 当然学习不限年轻人 农民大学和社区大学 就是另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 我没有去上农民大学的时候 我这些知识我都不懂 然后上农民大学之后 有些同学老师他都会指导我的记事 现在很多人都会用手机嘛 那我们有年龄的也是要来学习 他不用一直问年轻人啊 社区大学就是中生学期嘛 那大部分来的都是中老年人 那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手机课程 那大家都会蛮喜欢来学 农业是云林非常重要的产业 除了农民需要专业的学习 社区大学甚至是一般大学 设计相关的课程 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 在我们农民的大学学习 我们说农民的交流 我们就没要看法 也这样子我们就开始 有很多的产销团队的建立 建立一个互信的基础 让我们更见识 农村生活跟农业结合在一起 我们农产品的特色也展现在这里 社区大学也是一个公共参与 让更多的人来透过学习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已经迈入第十年的农民大学 带给许多农民改变和希望 胡伟西社区大学的多元课程 为民众带来生活的快乐 大学生由老师带领进入社区 体验后对未来更有想法 记者010云林采访报导 再见 再见